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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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向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平安的大陸 平安的大陸 我們知道我們的生活 像我們有優勝 驚慘 不安 因為我們 包括我們食衣住行各行 我們吃 上半年這裡獨油 塑化劑 我們的青 肯定有螢光劑 我們的大 最近高雄的氣爆 其實也有從天而降 十幾年前到鳳胎的時候 要幫救那個地方 頂樓加蓋的替刮處 風胎蒸起來 蓋子的替刮處 這樣 蒸得像風車一樣 背的差不多一百米 四五條行的行的行 由一間頂樓的四樓這樣 這樣 把它沖下去 因為風非常的行的 又加速 雖然那間外面的湯也有倒替湯 一個歐巴桑在看電視 就這樣 一個死命 就要從天而降 禍從天降 所以 求莫了不安 行的 我們就別說停頂背 我們現在坐捷運也會走 因為我們的孩子出去 出去讀書 我們會怕說 不知道是百人沒 熱的 我們出去剃圖 每年的夏天 特別是水旁 客旁 很多條死命 甚至要丟起的 讓海燈降去 所以求莫了不安 人跟人中間的關係 頂頂家庭的關係 婚姻的關係 因為是我們對未來的無法惡 所以我們流行算命 流行什麼 為了解這個事情 我們辛苦自己的病痛 還是我們出來原生 我們家庭的教育 讓我們的構成 也有影響 再來我們人自己本身的罪惡 所以讓個人的身體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國家 甚至於國際的領域 求莫了不安 驚慌 悠悶 非常的負擔 非常的大 我們不要說話 我們很簡單 我們小時候 我們大家 台獨樹在這裡 都是中年人 我們的小孩家庭 大小 有娶你也犯好 沒有娶你也犯好 有生意你也犯好 沒有生意你也犯好 我在台語歌裡面 我真的很為了這個茶葉 我中間想 凡好同座的一首歌 以前老後座 我唱到一首歌 那首歌 叫做怎麼樣 我很簡單 唱頭人幾句 做人的媳婦 就在道理 對嗎 早早 不是 晚晚去睡 就早早去 有個凡好天沒更 有個凡好啊沒兩 凡好小股 買家沒家爭 凡好小股 買家怎麼 沒面子 對嗎 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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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反後 台語歌 這條反後最多 所以你看我們人 這齁 所以過程都不像生女婦 就是這樣 要生男婦 我想說去那做媳婦 讓 嫁女婦 好到人就不去 不過生男婦 這條歌也很公平 那是娶到好媳婦 現在的人沒想像說 哎呦 去到他們家宵宵宵宵宵宵宵 就有關係 那如果帶到那個派媳婦 當然是 早早去睡 晚晚站起來 對不對 站起來 臉子炒炒 那個 車站 搬那間隔 就 起你口樓 起你口樓 各位媽 大家說是怎樣 老茶頭 所以我 我太太常常在跟我說 你不能 睡睡睡 後面 你就叫老茶頭 你這三個好心 你喔 如果不少你 你叫老三次 對不對 我們這 我告訴你 我們這 我們生存無數 你不要坐到那邊 我告訴你 你一樣 三個老茶頭 你這一個千金 又加四個反後 不三不四 我要怎樣 我們人會反後 有時也反後 新大夫 新女婦 無時也是反後 但是要怎樣 人生反後的事情 不安的事情 那麼多 聽你那麼多 說不定 我們回來看 我們平安到底是什麼意義 我們大家願望平安 平安有好平 好好 祥和 安靈 平靜 安休 意思 英文叫做 Peace 有人叫做 Quiet 有人叫做 Heart Seeds 如果日本就是 很安泰 無事 我們的心心 我們的國家 社會 都無事 這是平安 主要的意思 我們人 都要追求平安 甚至於 我們名字 要有一個安 很多 我們住這個地方 今天你來到了 台安區 台安 這裡是全台北市統 好的 這個 是日本的空主廟 在叫酒 大家都在叫 苦事苦條 不過也是有些人 在叫平安 無論是宗教的廟 還是這是 花蓮 大農大富 這個農長 你來看 也是叫 全家平安 一路平安 Hallelujah 一般社會 都這麼多 如果沒有 還沒有 大家看這張 這張是我們 台鐵 台鐵雖然沒有什麼平安 不過 你看 他就出這兩張 一張叫做 永康 一張叫做保安 高起來 叫做永保安康 對吧 來回四十二戶 你可以買 不過 有一次拜託 眼睛 比較大 現當日有效 只有那天有效 所以你也可以一天 花四十二戶 去保證你二十四休息 平安 看這樣好不好 我們來看 這給平安 就是這樣 我們人其實都很悲心 你不可以說我們台灣人 剛才 以前一個 現在比較沒法用 一個叫做 台歌屋子 那一陣打鼓鼓 全世界都用 他每次如果第四天 他的幸運顏色 都穿紅色 今天 Nike 紅色 他如果第四天都穿紅色 那 我們想起來是肯脫了 不過他世界第一 他就相信 哪一年都站起來 在姿勢 對吧 所以我們人 真的要追求平安 追求平安 追求平安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外國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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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 我們這個古庭福音中心 李漢榮李弟兄 非常精彩的見證 來跟大家分享 他親身的經歷 我們把時間告 韩榮弟兄 謝謝 親愛的弟兄姊妹 大家晚安 很開心今天可以來到這邊 跟各位分享 上帝在我身上的座位 分享我的生命見證 那大概十八九年前 我一樣是來到這個地方 我常常坐在樓上 那因著這樣子 我的生命有很大的改變 那我大概稍微介紹一下 我從小的成長背景 我是在南投的鄉下 靠近埔里那邊 成長的一個孩子 那我的家庭 我的爸爸是廟裡面的雞童 所以他很認真的在廟裡面拜拜 那我媽媽她也常常帶我 回到一些大公小廟 這些地方去 就是剛剛講的 剛剛的那個弟兄講的 尋求平安 那我很小就看他去 然後就會看他 帶我去那個地方 就會有雞童 這些在跳 然後刀在砍這些 那我小時候常常會跟他們 這樣子去這些的地方 那我小時候也會跟我爸爸 常常要因為喜歡吃糖果 就到廟裡面等他們 喜歡想要吃糖果 就會等到三更半夜這樣 那我長大一點 那天我就發現 漸漸的我就發現 我們那個家裡面 雖然我爸爸我媽媽他們 很認真的在拜拜 很認真的在廟裡面這樣子 就是尋求這些的神明來幫助他們 那我看見了我那個家庭的裡面 真的是得不到平安 我常常看見我的爸爸媽媽他們 常常吵架 那還有我爸爸的脾氣非常的不好 他常常會跟我一個大哥 我那個大哥他不會講話 他就常常會跟我那個大哥 吵架 吵到後來常常會打架 甚至在鄰居的面前 他就會把我那個大哥 就打到那個我大哥 因為他省力比較弱 就打到那個躺在地上 然後用腳踩住 然後再繼續打這樣子 那我從小就在這種環境 常常看到他們這樣子 我的心裡面 從小就覺得很恐懼 那再長大一點 我就看到我的家裡面 我的兄弟姐妹 就也是這樣子 兄弟姐妹常常吵架 甚至吵到會拿刀這樣 那再長大一點 我就看到我哥哥 我姐姐他們 我們家有七個兄弟姐妹 那我的兄弟姐妹他們 就一個一個的婚姻關係 就搞到很不好 就幾乎好幾個都離婚 那整個的家庭的裡面 幾乎真的是看不到那個 真正的平安在 那我大概十五六歲的時候 我就開始會抽菸賭博 那喝酒 那幾乎連嫖妓也會這樣 那大概十五六歲 開始就會跟一些同學做這些事情 大概我大概十七八歲 就自己就出社會了嘛 就離開家庭 那就出社會 自己在外面就打拼 那我後來我大概二十幾歲 我當兵的時候我來到台北 那我來到台北 是因為我跟我太太結婚之後 我才來到台北 那在台北這個地方 後來就在台北這邊生活 那我跟我這個太太會認識 是因為我在台北當兵 然後跟她認識 那我跟我太太認識 是我當兵開始到我結婚 這樣子大概 我們的婚姻大概 就是我們的戀愛 大概談了六七年 我們才結婚的 那談了六七年的婚姻 談了六七年這樣子的 一個戀愛才結婚 我一直要結婚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說 我的婚姻應該是 會幸福美滿 結婚之後應該是會很快樂 但是當我結婚之後 我就發現 哇 要經營婚姻真的是不容易 我跟我的太太幾乎常常 三天一小草 然後五天就一大草這樣子 那所以我就在婚姻裡面 我就覺得 哇 真的是跟妻子 真的是不容易相處 那我就常常會往外跑 就跑到我們的隔壁邻居去 就去隔壁邻居 就喝酒啊 就是賭博啊 常常會搞到三更半夜才回家 那我太太她也會常常等我 等到很晚才 很晚她都沒有睡覺 那我漸漸的就因為這樣子 那因為我本身 我本來就喜歡喝酒嘛 那就會常常在外面邊喝酒邊喝酒 後來我就發現 欸 我好像沒有喝酒 我沒有辦法睡覺 結果就慢慢的就好像對酒精就上癮了 那後來我沒有一天不喝酒的 從那個時候開始 有聯繫好幾年的時間 就是一定要喝完酒之後 要喝的醉醺醺醺這樣子 我才有辦法喝酒 包括我出去工作 包括我出去外面 我一定要有帶著一瓶酒放在旁邊 那樣子我才有辦法過生活 那我喝酒喝到很嚴重的時候 我會常常會喝醉酒了 就會躺在路邊睡著了 有時候回到就躺在地板上 那個地板是就是 因為我們那個房子就是比馬路低嘛 那個房子有一點陰生生的感覺 就很冷 有時候連冬天我也會喝到醉醺醺醺的 就躺在那個地板上 就睡睡睡 就睡到大概快天亮了 感覺到冷了 才醒來才爬上去樓上睡覺這樣 那這段期間因為喝酒 那情緒上也非常的控制的 就是很不好 那因為喝酒 因為酗酒的緣故 常常跟妻子就 那個關係就更糟糕 我也常常會就是 因為喝酒的緣故 那個精神狀況也常常不是很好 就常常會有時候 像晚上我要睡覺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就會去 就是會檢查那個 看門有沒有鎖好 然後檢查好了 然後跑到樓上去躺一躺 然後又想到 好像哪裡沒有關好 或者是門到這樣子有沒有鎖好 我就會再下來這樣子 檢查好幾遍 我後來才發現 我後來戒酒之後 我才發現說 原來我的精神狀況 有一些的狀況在 我都不知道 那我在喝酒的這段期間 還有就是喝到很嚴重的時候 我常常會跟太太吵架 我還吵架 吵到曾經跟我太太這樣子 把桌子給翻了 那我有時候跟她吵架的時候 也會常常會 用手去打牆壁這樣 那 那個時候我不知道 我這樣子喝酒 會去影響到太太 我只是認為 為什麼 太太總是對我這麼不好 天底下的人 為什麼都對我不好 我那時候 我不知道說 我的心裡面 竟然充滿那麼多的這樣子的不滿 就大概在這個同時間 我在台中那邊 我有一個哥哥 他的狀況 因為他常常也是跟我常常在一起喝酒 那他的狀況也是 就是他也很愛喝酒 那他的狀況就在同一個時間 那在台中那邊 他也喝酒喝到精神出狀況 那後來被送到醫院 就醫院的醫生就診斷之後 就說他是一個 酒精性的精神分裂症 就發瘋了 就啼笑了 他發瘋的時候就會放火 要燒房子 然後會拿刀要砍人 會要打人這些 那後來他就被送到醫院去 那我這個哥哥被送到醫院去 他回來之後 因為他要吃一種藥 那個藥沒有吃了 他就會糖 他就會好像 藥如果停 他就會變得人 有一點遲鈍 他就沒有辦法工作 那因為他有三四個小孩子要養 那 所以他吃了那個藥 他就沒辦法上班 所以他有一天 他可能藥就不吃 那他就去田裡面 想要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結果就剛好那天沒有人在家 他就在田裡面 趴在田裡面 就死在田裡面了 那個草很長 趴在那個草裡面 那我媽媽找了整個下午 後來才找到 他那時候44歲而已 就死在田裡面 那他的狀況 因為喝酒喝到這樣子 死在田裡面 那那個時候我34歲而已 那我回去看他的狀況 我非常非常的恐懼 我的心裡面想說 我跟他的情況 我聽我嫂嫂講他的情況 我聽了之後 我覺得我的情況跟我這個哥哥 就是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我也想說我才34歲 我喝酒喝到 我也沒有辦法控制我的情緒 我也喝到 被酒精綁得那麼嚴重 如果再接下來 我有一天要像我哥哥 這樣子怎麼辦 我就覺得非常的害怕 那害怕又怎麼樣 害怕我還是沒有辦法去 脫離這個酒精 對我的瑕疵 那我哥哥過世的那幾天 我回去幫忙 那有一天晚上 那因為我還是 就是三更半夜到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酒 就沒有辦法睡覺 那我就覺得很痛苦 那翻來覆氣 我沒有辦法睡 後來我知道 我媽媽常常會放一些酒 在她的床底下 那我就跑到我媽媽的房間去 跟我媽媽要酒來喝 那我就過去跟我媽媽講說 我可不可以拿一瓶酒來 讓我喝我才可以睡得著 我媽媽她就問了我一句話 她說 我們是客家人 她的意思是說 漢龍啊 你才一個哥哥 才因為酒精這樣子 才剛過世 喝到發瘋才剛過世 你真的還要這樣子喝嗎 當時我的心裡面 聽到我媽媽這樣子的一句話 我的心裡面很難過 其實我不是不孝順的孩子的 我知道我這樣子做不對 但是我沒有辦法脫離酒精的 這樣子對我的瑕疵 那我就只好跟我媽媽講說 媽媽我會戒酒了 那我這一瓶酒喝完了我就戒了 我就這樣子敷衍我媽媽 我就跟她講 我喝完這一瓶我就不喝了 那我知道我自己在騙自己 我也知道我在騙我媽媽 但是那個時候的我 真的是沒有能力可以脫離 那結果後來我就拿那瓶酒 就回去就喝了之後 我才能夠睡嘛 那我哥哥出病了之後 我回到台北 那一段期間對我來講 我非常的痛苦 我知道我不可以這樣子喝 可是我卻又是沒有辦法 去勝過這樣子的酒精對我的瑕疵 那我一直在這種很矛盾的心態裡面 那只要我沒有喝 一個禮拜不喝 我一個禮拜都沒有辦法睡覺 就是翻來覆氣一定翻到天亮 那所以我第二天還要工作 我就一定沒有辦法工作 所以在那 我整個晚上這樣子翻 我第二天我就沒有辦法起來 那所以那一段期間對我來講 那個真的是 我的心裡面不知道 還能夠有什麼力量可以幫助我 我那個時候我就 我就想到說 為什麼我爸爸他這麼的勤勞 從三十幾歲在廟裡面服侍 他從三十幾歲服侍當雞童 到六 大概到六十幾歲 六七十歲 他的神 他所拜的神明 他那麼虔誠的拜 那他的孩子為什麼沒有辦法去 在這個當中得著幫助 那我跟我太太認識 那我這個太太 她從十九歲開始我認識她的時候 我只要從台中上來找我太太 我的太太也是一個很會拜的人 我跟她 只要我上來找她 她一定帶我到台北 台北縣的各個 反正她講得到的廟宇 她都會帶我去 所有的廟宇 她都一定會帶我去 幾乎我上來每一次 她都帶我去拜拜 那所以就是告訴大家說 連我太太她也是很會拜 那我在那一個困難當中 我跟我太太 所拜的 就是我們所拜所依靠的神明 她也沒有辦法幫助我 我不知道 我的未來在哪裡 我不知道我的出路在哪裡 我跟我太太的婚姻關係 已經吵到這樣子不可開交 我的盼望不知道 不知道要從哪裡可以得到解決 我那個時候真的是找不到出路 所以我那時候我真的是 常常會有一種意念就是 如果我可以結束生命的話 那是不是一切就解決了 但是我沒有那麼大的勇氣 那就這樣子 那一段期間就這樣讓我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 當我在最無助的時候 我隔壁剛好住著我的小姨子 那我的小姨子他那時候他也還沒有受洗 那但是他來過這裡 就是他來過這個教會 他剛進來他也還沒受洗 他就跟我講說 你可以到教會 或許這個教會可以幫助你 教會在講說 你可以禱告 或許上帝可以幫助你 讓你可以脫離這樣子的酒精的捆綁 因為我這個小姨子他知道 我跟太太兩個人吵架吵得非常厲害 因為有一次我們吵到 就是連我葉母那些 全部被我們吵起來了 然後那一天我老婆她就被我氣得 她很生氣 她就衝出去馬路要被車撞 她就決定說要自殺這樣 那所以那一次就造成了很大的 這樣子讓我們鄰居這些 全部跑來看 所以我葉母她也說 我這個我有這個女婿 我實在是台語說 我嫂嫂嫂嫂嫂 實在是很衰 嫂嫂嫂嫂 那一天就造成很大的這樣子的影響 所以我小姨子她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她就跟我講耶穌 她就跟我傳福音 那我就來到這個教會 就我來的時候 幾乎都是坐在二樓的樓上 那我來到這邊之後 感謝神我在這邊 我才知道原來我來到這邊 有這麼多人會關心我 這麼愛我 我每一次來 然後聽了就很感動 唱詩歌就感動 那弟兄姊妹結束之後 有弟兄姊妹就會牽著我的手 為我禱告 那從這樣子之後 我也開始學習禱告 還有一個牧師 夜頂藍牧師他們也都會關心我 那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學習禱告 我一邊拿著酒杯 然後一邊蹲在那個門口 三更半夜就這樣子 邊喝酒邊禱告 我跟上帝講說 上帝啊 聽說你是真的神 如果你是真的神的話 那你幫助我 讓我能夠脫離這樣子的酒精的捆綁 讓我能夠可以不用靠著酒 我才可以過生活 就這樣子禱告 大概一段時間 有一天晚上我就 胸部很痛 那我知道 有一個意念 就是讓我知道 上帝要幫助我了 我就從那一天晚上 我就跟上帝說 如果是你要幫助我 那你幫助我 我不喝酒 就能夠可以睡得著 就從那一天開始 我真的可以脫離酒精 對我這樣子的瑕疵 我真的不用靠喝酒 我就漸漸的 我就可以睡得著 那我後來 我不只是酒精 這個部分戒除 然後我抽了19年的香菸也戒了 然後我檳榔也戒了 然後特別是我跟我太太的關係 覺得這個部分最不容易 我跟太太的關係 就漸漸的慢慢的就恢復了 我跟我太太現在就可以 兩個人可以常常牽著手出去逛街 我跟我太太的關係 我們連我們的靈機都覺得說 哇這對夫妻怎麼關係這麼美好 後來他就到教會 他說他也要信耶穌 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 這是主在我身上所做的 這樣子的大能 過去我爸爸他們所拜的神 沒有幫助到我 我們很會拜的神也沒有辦法幫助我 但是當我來認識這一位 因為我過去不曾認識的神 我後來信道教會我才知道說 祂是創造我的神 我來依靠祂我的神 我的神明就翻轉了 希望這個祝福也能夠臨到 各位弟兄姐妹的身上 感謝主謝謝 感謝主非常精彩 我們那個神經裡面 也會跟我們說 我們不可以為自己 拿那個五星 不可以拜那些神 那拿那些五星 都是會告的 你拜他 沒有什麼好的地方 我們剛才 李漢龍弟兄說得很清楚 所以咧 咧 古人祖前書 保羅馬 寬兵 我所親愛的兄弟 你怎麼會願意我拜的五星 的事情 其實我們信主 平安跟平安不一樣 有一個教會 有一個牧師的分享說 有一個兄弟 到最好差不多要走 那牧師在看 你知道牧師怎麼說嗎 牧師啊 我要來起來 牧師你這裡 你慢慢來就好了 所以我們大家兄弟姐妹 哪一天牧師在看的時候 你還說牧師你慢慢來 你說牧師你慢慢來 你說牧師你也快來 要有信心 那邊有信心 我們那些兄弟姐妹 如果只有我 大家都在看 記得我一次唱這首 是你家 是你家 應是我的應用 這個 Fanny Crossbeat 這個是一個痴迷 在美國前 它差不多是第一名 做八千幾條的西瓜 八千幾條 這個應該是第一名 他雖然痴迷 他一世人 平安要害 不願 也不願 想跟他的眼睛 他不是出事就痴迷 他是去那個蒙古大夫 把他一個痴迷好痴迷 不過他這個人的心肝 應援保持之後 很大便 你們才看他這麼多見證 我其實 我有參加那個 這個經歷團 在去年買的時候 去年買的時候 去年買的時候 大家聚餐 林牧師傅 就說 我們大家有什麼東西 要代表的 你可以說出來 我就說 我阿嬤 一百零三個 現在大便 跟剛才龍劍相一樣 插槓 她是急性 上呼吸套發炎 肺炎 感染發燒 在便插槓 林牧師尋問我 她有得救 我說 我阿嬤 一百零三個 不想去教育了 傳統拜拜的家庭 不再去教育了 那要怎樣 牧師給我鼓勵說 你不能用人的想法去想 他不常要死命 他要抓到這個信用 你不能走 你才有辦法去傳 結果我就 除夕那天 我跟我們太太 跟小孩 去看我阿嬤 去看我阿嬤 在交給朋友 插槓 我們兩個先進去看 一次進去兩個 我就看了阿嬤 我就跟他祈禱 跟他祈禱 那插槓 那插槓 那個信用 這我差不多第二次的經驗 整個好像 我們那個 那個手風琴中 拉的一種 整個蟻這樣 整個站 眼睛緊緊緊緊給我看 我看這個平安 我阿嬤絕對會好 我現在想說 好 一年他收穿的時候 那給我收穿 我說你是誰 我說我是他孫 那 那個普通常常來顧那個誰 我說 那是我們小阿姨 那是他女兒 你叫他 我要把他把管 他都找不到人 我要他董 我說好 我出去找 出去找 我小阿姨很怕 不過我剛才祈禱後 很平安 我說我們小阿姨是說 這廚師 沒有醫生 現在就要把我們把管 已經炒了兩三個禮拜了 我說沒關係 沒有 沒關係 因為普通常都是我小阿姨 在住店裡照顧 我說沒有結兩天 比較有醫生才會把 沒關係 我說阿嬤沒關係 那奇怪 我們太太跟我們小孩 一個叫小嫂 那兩個點那麼久 結果他們兩個點在裡面 所以我們阿嬤 來 給大家看一下 一百空三個全都太小了 感謝主 阿嬤 結果 幾兩三天 就把管 五十天就出年了 現在好小好小 感謝主 你知道嗎 講台語的是我們好心 講國語的是我們牽手 這小孩很奇妙 其實我們兩個 以前在日本 在主播告會回來的時候 宋義哲 宋師母 有跟我們兩個說 你們兩個回去台北林娘堂 可以來台語無窟 我說實在 我們今天 說得沒關係 我們想到以前夠有影響 我跟我們母 我們兩個人 一個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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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我們兩個 怎麼來台語無窟 那師母是說對還是說不對 那是怎麼會對 其實你看看 相對的意念 關於我們人的意念 相對的道路關於我們人的道路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相對的願意 人人得救 沒有一個人的討論 其實我是很怕去旁邊的人 我媽媽給你坐下 我像小孩很怕住車 那幾個洞拍車 走到我住車其實會暈爭 感謝相對 來配合我太太 我平常是因為在日本大舊 現在是走路比較慢 有一次文章給我告訴你 我平常跟日本大沖沖 走路走多快 我們太太有時候去到北市說 你自己走我們回來了 不要跟你走 現在如果突然要去旁邊 要探訪或是說走 如果感冒沒關係我自己去 如果有可能要住車 要抽飛要檢查 我就說 拜託的 跟我來去一下 你拜託有贏嗎 稍微瞧一下 我們朋友說 不要啦 我跟你去 你自己走 我就走到屁屁屁屁 那時候我就乖乖乖 你知道嗎 相對安排都是最好的 我們這個 我們瞧一下 你拜登拜塞 你完全沒辦法想說 後面發生什麼事 也不用去算名 也不用去想那 想不到 我今天台語不哭 今天講一些台語 我們大家也多少聽到 來 我們來看 第二種方便 我們看金財在平安 我們把金貸去運行 保險公司 政府 都有可能會到 我們來看我們的運行百度 我們這裡 你看看 這中華運行 現在那個走到美國 在做育工 大家憂心忡忡 你看 民燃 你先來來來 你看看 我們如果經運行 你比較稍微 有的經貸去 已經貸去 政府只幫你保證三百萬 你一間運行騎太多 超級三百萬 沒有給你貸保證 再來 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會貸 美國的運行也會貸 再來 保險公司 日本的保險公司也貸 沒有保險的人都沒有跟大家 我告訴你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只靠不保險發大財 不靠不保險發大財 人人都需要保險 但是 不可能靠保險發大財 我們不保險 你要有一個 通先天的條件 這間保險公司 要換得比你的孩子 更長時間 今天我們建姚兄 你剛才生一個Baby 你生出來之後 保險公司就去推銷 孩子 孩子 零歲剛出生 保同鄉 你要給他保 注意喔 你的孩子可能吃到八九十倍 這間保險公司 如果沒有換到八九十倍 你保證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我們中華民國的保險公司 怎麼能夠倒閉嗎 有啦 國華 已經去政府接管 接管 美國的金融危機的時候 AIG 都抵抵 政府也說 台灣的保險公司 後面部落 你不想說 庫政府都要帶給你救 沒有那些事情 所以你保險也不一定保險 再來 我們國家如果 如果 惡性通貨膨脹 金錢會變費賺 我們這裡 從八十倍以上的人 把四萬塊變一塊 對不對 四萬塊變一塊 你看這塊 新疆省銀行 你看 那紅頭一樣 尾孫中山 整個六十億 一張六十億 對不對 四萬塊 如果要四萬塊 變一塊 郭台銘也差不多一樣 對不對 我們來看 這個不遺憾 這個新疆威 2008年 這是什麼 一千億 我有一個人 一個人 真正在想 一千億 買多少 買三個過兩 你 你的錢等於說 沒有任何意義 再來 再來 一千億 算什麼 一百兆 一百條 一丟一百條 一百條 不知道在買什麼 我不會賺 你看這個人 那帳 完全都沒有信用 你政府 你自己去贏了 完全沒有信用 你有什麼平安 你不要整條帳 我不知道 整條帳 可以換什麼東西 對不對 各位你看美國 美國人的 以前依靠基督 信仰立國 他知道 在買鈔票上 多少錢 還有印一個 比較漂亮 in God we trust 我們外庫上帝 如果沒有你這張帳 是費帳 在你印的 你背後沒有信用 沒有信用 但是美國人 2008年 金融維持的時候 鈔票也一個印 所以美金一個報 你看看 金子跟金子 幾年前 一個棄 一個棄 感覺說 小時候這些都沒有錢 都沒有錢 美國人很趣 金幣銀幣 上面也印一個 In God we trust 所以上帝 也是比金 比倫 還要更換 所以我們聖經 也經常跟我們說 他媽的倫子 沒有辦法因為倫子 得足 他媽的豐富 也沒有辦法因為利益得足 這都是肥空的 上帝 其實我們人 資材豐富 讓他有辦法吃贏 抓自己的粉 讓他在那裡 露露中間 有些人悲露 這是上帝的運輸 我們第一種 跟金錢 就是大福 那媽台好嬰的時候 晚上也跟問答說 載助要進天空 比我們更困難 再來我們來看 康冠世 一句話說 可憐紅顏總博命 這台語我就沒辦法 最是無情帝王家 那些帝王的家 一通無情的 你看一些帝王的 我們最近流行的 針環傳 雍正 那裡面 台來台去 裡面跟我們平安 我們來看 鳳梯做幾年的 統計出來 今天你來這裡 有討論 鳳梯 中華 中華民國 中華的鳳梯 平均一個在任 12.16年 12年而已 他自己就不平安 12年而已 就不不換人 再來 鳳梯都做到四月 對不對 再來 那日本呢 日本甚至於 從這390年 西元 794年 到1千 1百80年 叫做平安時代 黑安這代 整個這個時間 叫做平安時代 390年的天皇 平安時代 這平安時代 你們去的平安時代 他叫風水 左青龍 右白虎 前朱雀後玄武 算得好小好小 不過 有平安的 平均一個天皇 也是十幾年而已 也沒有平安那麼長 這人真 有沒有比較少 沒有比較少 我們要靠館 靠小 不管你今天靠媽 靠王 靠什麼 那都有人機的 還是以前靠男 靠你 這個靠天皇 天皇下 這個比你更厲害 這個靠日本時代 天皇是像神一樣 還要改選 這個叫做富士大人明治 這個轟炸珍珠港的時候 日本軍轟炸珍珠港的時候 它是六隻 那個航空武艦上頭 三百幾隻飛人機的隊長 那隊長 那時候改進去中校 我們再來看 這個這樣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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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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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這是在日本現在的皇居 這叫做二重橋 我們一般的日本人 是只能夠去到橋外面 是萬聖的 萬聖的這樣而已 他那種改革中校而已 會在直接面見天皇 這樣有夠了嗎 叫做金竹港的侍賴 日本武術跟英雄 結果他在戰後的時候 戰敗的時候 我們來看他的結果是怎樣的 這個在橫須好港 在横口哈馬 橫兵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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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等一些日本建牌 讓龜散回來的戰斧不死的 他就在問 因為日本人的這個 你如果去集中營去都很頑皮 他就在問他這些同胞 去讓美國人抓去 點那裡有時候就頑皮 這問那裡問那裡問呢 都沒什麼人在說 總算有一個 因為日本人我告訴你為什麼不說 日本人怎麼去做俘虜的 劍書抓去就切白了 那點不可能 那回來好像古雄的 不是英雄 結果他問一個 總算有一個人說 他現在是基督徒 什麼基督徒 基督徒什麼問題搞不太清楚 他說你那裡有個抵抬嗎 他說沒有 那現在沒抵抬 他說那裡有一個 一堆基督徒 甘照顧 全贏的人甘照顧 每天笑微微甘照顧 甚至於他商壽一個叫做 瑪格麗特 我抱歉 我拍立文 他們商壽叫做愛麗絲 跟他們兩個照顧 甚至於愛麗絲 將他的薪水 還補貼買一些營養品給他們吃 結果為什麼為什麼要對他們那裡 那鄉鄉這兩個人可以說日本話呢 日本人如果看到外國人可以說日本話 我告訴你 他的借心就來 真借心 沒有幾個可以說 阿嬤可以說日本話 結果呢 這次他說 因為他們的老婆老母 叫你日本軍台詞 剩下這個氣笑 日本話有說不對嗎 怎麼會這樣 結果他們老婆老母叫做 叫做那個什麼 叫做褲褲褲褲褲 褲褲褲褲褲褲 日本住20年 他們兩個姐妹也住20年 結果呢 珍珠港那時候 開戰後 美國跟日本選前 他們兩個在那裡選過非常困難 就兩個人就選去菲律賓 啊 女孩子就送去 送回去美國 就在菲律賓的時候呢 還繼續在那裡選過的時候 一次叫日本兵抓到 抓到 哇這兩個還可以說 日本話這一定是間諜啦 藉著宗教宗教的名 間諜 要給他台詞 哇要出戰進行 啊不 那給他困難說 啊不然你也給我30分鐘 好啦 給你啦 趕緊塞一些加速 鎮鎮 這樣 然後叫祈禱 結果祈禱呢 趕緊塞 變成基督堂 念什麼的東西呢 再來齁 他聽路也有一點感動 不過這個富士大名之後呢 他的心肝 他一時一時一時都回來了 他現在呢 到戰後後齁 那時候 在橫須好港 還有一次走去西武漢 東京那裡有一個車子 西武漢 這個阿毒啊齁 美國大兵 這個點在搬船 這個點在戰爭的時候齁 去訪詐日本 啊不信訪詐之後 沒油了 去把拔拔拔下來 拔下來之後 這個時候 在做俘虜的 啊 很多人都死了 他沒死 那邊加他中間齁 他拜託說 啊不然有一本信經給他嗎 啊日本人也沒什麼在討論 啊好你啦 送你就送你去討論 結果他就堅持到賤後 又換回去 換回去之後 一番他走去 美國齁 啊說變成去特訓 變成選告書 又回來日本一九五零年回來日本的選告 回來選告的時候 為什麼要奔這場傳單 大家在看齁 這場傳單 好 印鈔一百萬分 由北海道奔到流球 奔一百萬分的說 我是日本的這個俘虜啦 啊這裡面寫的這些故事 啊裡面寫的這些故事 啊裡面也寫到他記住什麼呢 結果這個富士達呢 看到這次看到這場端之後呢 馬塞國那日本的見證的時候 歐子部歐子部齁 大了大了像金豬啊年生 馬塞國六六地 他在麥克阿瑟 當兒子大身盼的時候 美國的五星上將 站在面前 臉不紅氣不喘 要殺要掛水泥啦 要台北掛水泥啦 這一個改進比他更加的 一個美國台兵 看到了這次 馬塞國冷冷過 他看到什麼呢 一定留下這句 北海下便 因為他所做的 他不知道 他才知道說他所做的呢 他不知道 求上帝下便 結果呢 他就這樣信助 變成選告書 特別在那一九六六年的時候 建豪 他還跑去珍珠港 日本叫珍珠灣 神珠灣 跟五路股塔的 五路股塔是各個他 他就說 拿一本信經 他來這裡求下便 他以前白天上 為了天空路徑 是很大的營養 回去是大營養 還有天空接見 兩千年來 他這種改進的 他是頭一個 只有他 結果呢 他感覺嚇你 他降比來到地面上 為了去頂著實力的頂頭 這位亞洲基督 做他的佈靈 這是真正英文的營養 所以 這要見證所說的 你不能想說 這很簡單的 他很多日本人 有一些想要給他按讚 一些右派 你在叛國 天空會 跟你黃恩浩蕩 你有辦法讓天空這樣 跟你經營養 你是大營養 什麼走去跟老公子 來經營養 非常 但是他要堅定他的心 最好他要走過的時候 他會說 世間人真的平安 不是那個比較長 像我沒跟他打算 不是透過戰爭 不是透過人跟人的三島 是透過什麼 亞洲基督 在實力的頂頭的天 從天背上來那天 才能得到 真正的平安 所以你要 我們要看什麼 我不知道我們在座的 立官座有多大 我們說 朝中無人難為官 其實心中無神難平安 你看什麼 我們最近對岸 開始的整肅一些青年 有一個姓柏的 叫他領著去 最近還有一個名字 姓厚的 有個厚啦 姓徐徐厚 不要說名字 有個厚 大家就一個打油師說 這個年頭當官啦 太薄不行 太厚不行 要平的才行啦 其實各位 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不是什麼 我不是什麼先知啦 不過可以跟大家掌握 我們這裡 大家頭都看得到 國際幾年 靠平的也不行啦 真的跟各位講 你看美國總統 這個林肯 整路來 等我早到沒路 我沒辦法的時候 他有辦法所做的 就是整路去基督 這樣才有辦法 你看林肯做多少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說的 我們 康上帝才有得到 真正的平安 在聖經裡面 在那兒聽以外 B處三聽 共同做的是什麼 你現在有電腦 夾在裡面 三百幾年 跟我們說 三百幾年 再來呢 聖經也超過 三百幾年 跟我們說平安 他愛人平安 我們看同一句 雅蘇 在那兒的時候 站在門路中間 在那兒堂馬那時候 跟他說 我站在中間 萬人平安 雅蘇跟美女 要走的時候 也是萬難平安 這才是真正的出路 不過我們有辦法 找到這個出路呢 我們來看 這農主回頭的故事 這大家很認識 這個農主呢 這麼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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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老爸很有財產 這個小孩子 這麼大小孩子 他說他要出去打拚 他要分財產 好了 老爸把他分的 都給他 分好之後 出去打拚 吃花煙禄 常常喝 結果呢 失敗之後呢 連吃豬 噴豬 他也沒辦法吃 結果自己 教會說 整個回去 他們老爸那裡 做廣工也快點 做去吃 結果他 他說我打拚了 天打拚了 他們老爸 結果呢 他在家裡 的時候 我打拚到門口 他們老爸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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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村子都不用說了 你來這裡 他還會給兒子的身份 給他吃 還叫人辦桌 還叫人攝影師 這故事看路好像 很美好 各位 你如果是微信主的 這故事是 老爸直接走出去 不是等兒子進來 我們的上帝 是在嘲笑你 我們現在如果是微信主的 上帝在擔你 上帝在找你 上帝在找你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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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